哈喽 千勋 你好 你好 跟我們講一下當初為什麼想要學日本舞 日本舞 其實學日本舞是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之下 我之前在北投社大學文化導覽的部分 然後武藝間就看到學校有一張海報是學日本舞泳 那其實日本舞泳也是一種文化藝術 所以那時候就報名參加 你過去有學其他的舞蹈嗎 過去沒有 當初其實一個念頭是說自己沒有舞蹈細胞 覺得說日本舞是非常優雅 應該不需要有太多的那種律動 那種舞蹈基礎 所以那時候就想帶著一顆嘗試的心 然後想說接觸一下這門日本文化藝術的課程 所以他整個節奏比較慢 你覺得比較適合你初學者 那時候其實是完全不了解日本舞勇士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想說來嘗試看看 那你對日本文化有特別的興趣嗎 因為當初其實我是在北投土生土長的 然後因為這門課我是在北投社大學習的 然後我本身就是學文化導覽 所以我覺得我對各國的文化都非常的有興趣 那學習到現在幾年的時間 大約四年 四年的時間 那每一年都會配合參加成果展就對了 會 其中大大小小的表演也會一起 就是一年大賽 老師所有大大小小的演出都會參加 你覺得四年對你自己個人的 不管是外在或內在有影響跟改變嗎 我覺得一定有的 因為我覺得日本舞勇是一門身心靈的修煉的一門功課 那其實日本舞勇的話 你在跳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要對這個歌詞整個意境的了解 要非常的熟悉 而且舉手投足其實那個就是他的動靜 還有他的那種拿捏要非常的好 就是比如說你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要怎麼樣拿捏的恰恰好 然後又把這個歌詞的意境能夠藉由這個舞蹈的動作 將他發揮的淋漓盡致 就像你在聽日本演歌一樣 他是用歌聲來把你帶入這個情境 那日本舞勇呢 不只歌聲 你要用這個舞蹈 就讓人家仿佛就是看到你聽這首歌的意境一樣 有舞蹈動作讓你了解到這首歌的意境 用動作來讓大家了解意境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我常說老師跳舞最高競技就是歌舞合一 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四年都跟小琴老師吧 對 覺得他教的怎麼樣 他算是我的啟蒙老師 我對他非常的推崇 他其實他舉手投足 其實我覺得都很有味道 而且不同場合即使同一首歌 但是不同場合每個動作 其實演繹出來的動作也會有所不同 都是細細的去觀察的話 所以非常值得深入去探討的一門藝術 要不要介紹你今天的服裝 今天的服裝 你自己準備的嗎 對 其實大部分我們的服裝都是自己的 對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美少女正袖趴 所以大家今天穿的都是正袖 就是很長的這個袖子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有好幾套是不是 對 會有 對 至少都一二十套以上 對 因為要應付不同的表演 不同的主題叫不同的和服嗎 這樣子嗎 也不一定 就是每次不同意境的歌曲 有時候你穿著就會有所不一樣 因為有些歌詞 有些歌曲是 你不能穿正袖 比方說我們有一首叫夫婦人情 那這就是夫婦 那一般日本正袖 因為我們是無勇 所以沒有這個限制 正袖一般都是未婚的人在穿 對 那有時候都是我們跳 或是說他的舞蹈動作方面 不適合這個正袖 那我們就不能 就是要穿一般的和服 所以今天全部的人都穿正袖 今天全部的人都穿正袖 因為今天是我們的主題 是正袖趴 正袖趴 對 那這樣四年下來 哇不是投資了不少服裝啊 也值得 就像我們買衣服一樣 就把買時裝的那個費用 換成 對買和服 對啊 我覺得日本舞就是 值得你著迷的地方就是 他每個動作就是 柔中帶剛 剛中帶柔 什麼時候要剛柔並濟 什麼時候你要剛多一點 柔多一點 所以不容易 都是說你真的深入去了解 家人有沒有感覺到你氣質的改變 氣質改變嗎 我覺得應該有吧 這四年你有沒有去去 到日本真的去考察或交流 去看真正的他們 日本勇舞他們到底怎麼跳 沒有還沒有機會 還沒打算組團就對 可能還沒有學習到那樣的一個程度吧 還可以再跟小琴老師多學習一點 你們假日也會安排到一些地方去議員 對不對 假日比較多 養老院啊 就是安養院 安養中心 他們的互動呢 他們的回應讓你 就要看就是 每個安養中心的情況不一樣 對 有的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 設備比較好一點的安養院 那當然他們觀賞的一個場地 就會比較舒適 對 平均比較好 對平均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是說有一些 像慈激的關懷戶啊 那些有時候就比較擁擠一點安養中心 那場地就會非常非常的狹小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 帶給人家歡樂 所以不管什麼樣場地 我們都可以自餘於人 非常開心 你會不會期待更多年輕的女孩子 或者是男生一起來學 因為其實現場看好像 男生很少對不對 男生很少 對 一般男生可能 會覺得這種舞蹈比較悶 比較無趣 比較悶或者會變扭吧 我看起來 那麼多女生 你們女生在跳 我覺得一個男生來也會蠻變扭 習慣吧 有些人很喜歡這種日本藝術的人 他就會很自在 對 所以我覺得看個人的個性 或者說他對日本文化這一塊的領域 有沒有興趣 不是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性別是不拘 老幼都可以 老少嫌疑的活動 你們有試著 拉自己的子女過來學嗎 沒有耶 太悶了是不是 對他們來講 對年輕人一般 比較還沒有這樣子的 的一個就是時間啊 或者是說他們沒有那種耐性來覺得 他們會覺得很無趣 而且我覺得這門是身心靈的修煉嘛 對 所以身心靈修煉 一般會講到這個話題應該是 比較年長 到某一種年紀 對 他才會想要做這個身心靈的修煉 最想學這門舞蹈 其實你看每個舞者 同一首歌 每個人演繹出來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像有心聲 對 對 所以即使是同樣一首歌 大家一樣的舞序 跳出來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好像跟著自己的生命歷練有關係 有 很多東西那種都是感受是發自很內在的一個東西 是 但是最基本的是日本舞它有一個基礎的動作 你要拿捏得好 就是要學習 比方說它的身體是要正的 那它怎麼樣藉由就是你的頸部 或者說你的眼神表情 來表達你要傳達這個動作 就是日本舞它要 你該堅持的地方要有堅持 比如說即使說你的歷練什麼 就是你的人生歷練演繹出來 但是日本舞它是日本舞的基本的基礎的動作 你要把持得住 然後再由這樣子再去發揮 才能夠把一首日本演歌演繹得非常的比較完整 就是達到我說的歌舞合一的一個境界 不容易 那你平常有聽或看很多日本文化來增加你的一些內涵嗎 日本文化 日本演歌倒是比較會比較常接觸 對 那日本演歌 對相對的那個意境方面的一個一個詮釋演繹啊 然後再配合老師的動作 看看老師每個動作 這一段歌詞它是怎麼樣的去 去對 然後它的動作 柔中 就像我講 鋼柔並濟 還是要柔中戴鋼 鋼中戴柔 這都是很值得去探討 最後講你今天的表演 你今天有幾段 今天有四首 四首 四段表演 對 那你會不會緊張 還是那個都很熟練 沒有也是會 因為其實你在怎麼熟練 不同的場景 然後不同的氛圍之下 跳出來感覺會不一樣 即使你很熟 或是你配合的一些你的一個團體 還有搭檔的問題 還有搭檔的問題 對搭檔也會影響 對也會 就是搭檔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定力要很足 但是我覺得氛圍很重要 整個場景觀眾 整個舞台 都會影響到一個 就是一場演出 好 謝謝先生 不會 謝謝你 謝謝你